好 Sephara马上就要8折了 还有几天 今天是1号了已经 然后3号 据说3号11月3号 2017年的11月3号是Sephara的8折 然后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 Sephara 8折你会买一些什么 嗯 这很难回答 因为想要买东西太多 有一些我现在正在用的 我会想要重新囤一下货 还有一些没有买的 在这里我就先不说了 等买了之后再跟大家介绍 因为我本来就是准备在3号凌晨就下单 所以说应该到货到还很快 它没有结束之前 我还能给大家拍上视频 那因为东西太多 所以在这里我就出两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是part one 我就想出一下我的skincare 我的想要 就是给大家种草的skincare 不是我自己想要买 就是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然后我下一个视频呢是关于 化妆品的那等一会再说 好那今天我要介绍的 我们先从洗脸开始说吧 嗯 因为我是痘痘皮肤嘛 嗯 长痘痘会长痘痘 经常长痘痘 一些下巴会有痘痘啊 然后额头会有痘痘啊 然后脸上有的时候也会长痘痘 因为我不睡觉嘛 晚上很晚在睡觉 然后每天基本上经常也 所以啊 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是这个 kay somerville kay somerville家的 嗯 这个洗脸的 洗脸奶 然后它里面是含有瘤 所以它对 就是有3%的瘤 嗯 它这个洗脸就能把痘痘洗干净 我还觉得蛮好用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洗澡的 我在洗澡的时候会用 然后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会做成结 成间截面的 这个他们家的 这个叫什么 Bo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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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的这个截面 它这个截面呢是黑色的 我给挤开给大家看 是一种黑色的 然后你挤出来是没有温度的 然后你在搓的时候呢 它这个就是胶 它会慢慢慢慢变热 然后有助于打开你的毛孔 然后我就一般是 呃 我一般是先把那个脸给搞湿嘛 弄湿之后多挤 挤大概三磅吧 我用洗面奶用的比较多 然后就在手上搓出温度之后呢 就在脸上开始按摩 大概按摩 呃 30到50秒之后把它冲干净 然后你就会发现 用了一个星期之后就会发现 呃 脸上干净了很多 好 那下面一个我们说到 我们来说面膜吧 今天面膜我觉得大家可以买这个 悦目之缘的泥娃娃 我也有粉色的 呃 它有粉色的和黑色的 粉色的我也有 粉色里面就是有颗粒嘛 相当说比较温和一点 但是如果你希望你的皮肤就是去黑头 比如说你的鼻子上额头上啊 或者就是下巴有黑头啊 用这个是很好用的 这个比粉色的更好用一些 嗯 它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用法 它上面也说了 但是很多人不是这么用的 嗯 我觉得就是呃 我的用法呢 是我拿一个干净的毛巾 然后呢 我沾湿的水放在一个盘子里 然后我放到微布里面去加热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呢 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两分钟 一分钟 二十秒 好 就错了 二十秒 然后你就敷在脸上 然后把那个毛孔打开 打开之后呢 你就就马上敷上这个面膜 它上面说是薄薄一层 但是我一般会敷比较厚一层嘛 然后你啊 一个星期做两次 比如说你周一一次 然后周三一次 然后你就会发现 鼻子上的黑头 我少会少很多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如果不搭鼻子上的黑头的话 嗯 那我们 好 那下面 我就给大家说到痘痘 长痘痘 嗯 我会在就是 这个跟那个洗面奶 是一个牌子的 K-Somerville的 一个点痘的东西 就如果你们经常会长那种 就是浓包痘 就那种微微露出白头 那种痘痘 用这个 然后蘸棉花球 点在上面 过一个晚上 那个痘痘就会 有的 有的痘痘不会瘪下去 但大部分 痘痘都会瘪下去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 嗯 嗯 然后呢 然后呢 说到清淀面膜之后呢 我这边还要再说一个面膜 这里面是含有 这个是Fresh的 一个新的 哇 太凉了 Fresh的面膜 然后它这个面膜 嗯 就是 是那种橘子 像橘子味的 超级好闻 这个面膜超级超级好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体 这面膜超级超级超级好闻 嗯 我一开始 我是在 嗯 现在是十月 我大概是在 四个月之前买的 然后我前三个月我都没有再用它 嗯 都放在那边 我用过一次觉得没有很好用 所以我就没有去用它 那我用的方法不对 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放着 然后后来感觉 哎 好像过了几个月了 应该一般开罐 六个月就要过期了 但其实这个开罐 十二个月才过期了 我觉得可能 不是那么那么的好用 后来我就开开开罐 开始用 用了之后发现它对皮肤 真的效果非常好 嗯 它有一个提亮的作用 然后会让做完之后呢 做完这面膜之后 会让你的皮肤看上去特别的嫩 特别的滑 然后加上它的味道也很好 里面是真正的柑橘 然后里面还有果酸成分 就是有一种换肤的功效 比如说 嗯 你的皮肤有那种discoloration啊 比如说 嗯 怎么说呢 比如说肤色不均 对 肤色不均的话用这个真的是很有效 然后有些人会有痘疤啊 这个对多巴改善也很有效 我也发现 然后它主要的功能就是 提亮肤色特别特别的有效果 然后下面说到提亮肤色 嗯 我一直都在用的 就是一直一直都在用的 这个自身糖的美白精华 嗯 其实我用过很多牌子的美白精华 我也用过 嗯 蓝麦的美白精华 我觉得蓝麦的美白精华 一开始用的时候还蛮有用的 后来就觉得可能 夏天来说有点厚重 这个可能比较适合冬天 然后这个自身糖的美白精华呢 它比较轻薄 然后我觉得一年四季都会可以用 冬天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干燥 但是夏天的时候正正好很清爽的时候 洗完脸 其实我拍完一层水我就直接擦这个 我连霜都不用擦 就很好用 然后在冬天的时候 如果觉得它不够的话 你们可以在之前加一个这个红腰子 肌底精华 就是在擦精华在水后面 然后精华之前用的一个肌底液 这个超香 我一直都觉得它是一股可乐的味道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是什么味道 嗯 然后说到长痘痘 我是有混合性皮肤啦 所以这个护肤的视频 这个这个不是护肤视频 这个种草视频 大部分是target 那个有混合性皮肤的 这个呢 是就是那个凝胶状的 凝胶状的乳霜 凝胶状的乳霜 面霜 它是也是自身糖的 我觉得它也很好用 就是如果你脸上长痘痘啊 什么的 这个是无油的 一定要选择要用无油的就是 呃 那个护肤皮 这个是无油的 所以一定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啊 不会对你的脸造成任何的负担 然后也不会导致你长痘痘 我用过大概已经四五罐了 一直来用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这个会特别特别好用 冬天的时候可能 冬天的时候可能这个 不是特别够 不是特别够滋润 嗯 但是呢 如果你的皮肤真的很油很油很油的话 我觉得冬天的时候这个也是可以用的 介绍给大家一个眼霜吧 这个很便宜 是也是自身糖的 我今天是在给自身糖做广告嘛 他们家的这个眼霜很好用 Ibuki Ibuki的眼霜 嗯 这个是我觉得好用 是好用在你用它之后 你黑眼圈就会没有 这个才四十块钱 打完只有四八三十二 三十二个美金 很便宜 然后喷雾 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Touchya的这个喷雾 这个喷雾为什么好用呢 就是我每次在冬天的时候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冬天叫来琳琅 大家注意冬天的时候 我是混合性皮肤 我化完妆之后 我铺完散粉之后 怎么样 你想擦完粉底液 铺完散粉 就是定妆粉 都会有点干 然后你铺了就是 然后你就是喷上这个喷雾之后 之后喷上这个喷雾之后呢 就会觉得 脸没有那么干了 而且一天都会觉得润润的 然后妆也不会花掉 所以 这是一个好东西 用到还剩这么多 我这次一定会买的 好 护肤最重要的一步呢 就是防晒 防晒 我一直都在用这个 泽生糖的 嗯 无油防晒 这个这瓶是大瓶的 它有小瓶的 就前段时间出来这个大瓶 所以我买了它 还蛮好用的 护手霜呢 我还是觉得用了很多很多个牌子的护手霜 我用来用去还是觉得欧书丹家的护手霜最好用 秋冬换季的时候最好最好用的还是这一款 嗯 乌木果油的 shea butter的 shea butter的那个护手霜 然后大家可以去用 用完之后 就手会嫩嫩的白白的 然后皮肤也会很细细 软软 说到 说到那个身体 身体部分 部分的话 最近我在减肥嘛 太胖了 然后最近在减肥 减肥 我 呃 在用 Clarance的这个红膜精 这个也很好用 嗯 用完之后身上凉凉的 辣辣的 感觉脂肪子 有一种脂肪在被燃烧的感觉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如果你在减肥 然后怕会有 比如说皮肤松垮啊 有那种 橘皮组织啊 你可以用这个 我觉得用了之后皮肤很软 还蛮好用的 就是在身上会感觉很舒服 不会 对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皮肤感觉很舒服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 它是一个 SPA品牌吧 做SPA 这东西应该都不会差 好 那说到脚 脚 我在这边也要 给大家推荐一个欧书丹的脚霜 这个超好用 嗯 冬天的时候脚会很干脏 然后涂了这个之后 晚上的时候 特别是晚上的时候涂了这个 然后再穿上蜡子 第二天早上起来 嗯 脚都会软软 等等 有baby feet的感觉 宝宝脚 哈哈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个 然后Sufla也carry 也有 无数单嘛 所以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给大家种了这么多草 希望大家会喜欢 嗯 然后今天我用的眼影呢 是那个CPV的baby universe 它的四色眼影 这个眼影呢 是我在所有眼影里面最喜欢的一款 好好看吧 然后 嗯 嗯 睫毛膏 我用的是H2的 用的是H2的睫毛膏 然后 嗯 嗯 一个韩国的牌子 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 在韩国的店里买的 然后底下大量 化了大量 我最近长了一颗豆豆 把它遮掉了 但是还是很丑 朋友说我这颗叫媒婆豆 嗯 像吗 像不像媒婆 嗯 好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 嗯 注意钱包 介绍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有很贵很贵 嗯 希望大家不要浪费钱 然后 挣钱也不容易 嗯 希望大家 嗯 慎重考虑之后 之后再下单 嗯 嗯 然后那些 La Mer 啊什么的 我觉得它会有更好的deal 当你在别的地方有更好的deal的时候 你可以入La Mer 我觉得La Mer 在 Sephora的时候 可能合算 也可能不合算 嗯 反正我买La Mer 我没有在Sephora买过 然后我可能会在别的地方买 嗯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 周末愉快 Happy Halloween Yeah Today is Halloween So 今天是Halloween 然后等一下我要下去给小朋友们发糖 今天我室友 我没有买糖 然后我室友回来的时候 带了一包 那个那个Hershey的那个Kisses的巧克力 然后我刚刚有小朋友来敲门 他发了一些 然后一会儿可能 还会有小朋友来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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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